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美国的第一个比特币总统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之前 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因为在这几天我听到非常非常多人 在讲说head and shoulder pattern 就是头肩顶的形态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肩膀 这边是一个头 这边是一个肩膀 我个人觉得头肩顶的形态 其实不是这么的完美 因为毕竟看到左边这个肩 是比右边这个肩要低的很多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在说 因为比特币头肩底形态 要往下跌破 这边的确是有个跌破 我们现在目前是会涨回来 到支撑的地方 如果在这边继续放量往下跌的话 会跌到哪里 如果以头肩顶的形态来说的话 我们的价钱走势 会看到大概在22,000到23,000之间 所以是有一个蛮大的跌幅 这两天就有很多币圈的博主 就讲到这个事情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太过度的去担心 原因是什么 在我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聊过 因为现在我们是处于 200周均线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 下面还有牛市支撑线 在25,500左右这里 今天稍早的时候 是有稍微跌到25,800 但是离牛市支撑线连碰都还没有碰到 如果碰到的话 往下跌一点再收回来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两大支撑下 在这个地方DCA是非常舒服的 在200周均线这里 或者是再下来一点 牛市支撑线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DCA都是非常舒服 我今天也是连续5天都有DCA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 头肩顶的形态已经跌破了 我们要回去22,000、23,000 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当然什么事情都会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跌到22,000、23,000 还是几率比较低一点的 我个人认为大概率会在200周均线 或者牛市支撑线的地方 踩到得到一个支撑之后 就应该会往上涨了 这个是我对比特币短期走势的看法 当然说这几天美国债务上线的问题 吵的是沸沸扬扬的 很多人是在说 这个问题必须在明天结束之前解决 因为美国马上要进入 Memorial Day的weekend 就是长周末 所以要到下礼拜二才会回来上班 下礼拜二就是5月30号 所以基本上就只剩下一天了 因为大家都说 美国目前的钱只能撑到6月1号 所以这两天市场就非常紧绷 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说 美国债务上线这件事情 只是两党的一个博弈 到最后应该是高于95%以上的几率 两党都是会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把债务上线再次往上增加 但是毕竟有未爆弹在 所以这两天不管是加密货币市场 或者是股票市场 走势都是有点让你看不懂 就是不上不下 因为大家都在担心这件事情 但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 是会被顺利解决的 OK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美国即将出现第一个比特币总统 这个东西要怎么说 在昨天Ron DeSantis在推特上宣布说 他要出来竞选2024年的总统的时候 主持人就有问他一个问题 就说关于Bitcoin你的看法是什么 未来如果你当选总统的话 你会对Bitcoin有什么政策 Ron DeSantis在这边就表示说 他是100%支持Bitcoin的 然后他说任何美国人都有权利去购买 跟持有Bitcoin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是他是强烈反对CBDC的 他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持有资产 跟随便使用他们钱的权利 而不应该受到政府的监管 光是这两件事情 对比特币来说 就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今天不只是Ron DeSantis 共和党其他参选人 像上一届很有名的德州参议员Ted Cruz 也是比特币的支持者 也是一个Bitcoin 另外民主党的参选人Robert Kennedy Jr. 就是小甘乃迪 也是非常非常支持比特币的 说到这些东西 虽然说Ron DeSantis或者是小甘乃迪 他们目前都不是在领先的阶段 我们现在都知道 民主党领先人是拜登 共和党领先人是川普 所以如果此时此刻开始决定 2024大选的候选人的话 基本上就是拜登对川普 但是离初选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个人是很相信Ron DeSantis是有机会 可以出来搅逐共和党的参选人的位置 我自己本身也是会尽我所能的去捐钱给他 支援他这一次的2024参选的活动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上一届选举的时候 2020年选举的时候 请问大家有讨论到比特币吗 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不管是川普对拜登 或者是一开始民主党共和党自己的初选 完全就没有把比特币当回事 比特币也从来不是一个议题 基本上连聊都不会聊到 但是短短的四年过去 2023年的今天 不管是党内的初选 或者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 我认为比特币都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如果今天这些候选人 想要得到年轻一辈人的选票的话 他们绝对是要仔细考虑 自己对于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未来发展 他们的策略跟他们的政策是什么 对我来讲 我不管今天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只要是对于加密货币板块友好 跟比特币友好的参选人 就会得到我的支持 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当中 任何政治人物如何看待比特币跟加密货币这一块 也会变成他们有没有办法成功选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比特币是骗人的 是庞氏骗局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会归零 怎么样 我认为比特币的发展还有加密货币的发展跟未来 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件事情 还是有这群人看不到他未来的价值 我只能说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问身边十个朋友 会有几个人有持有加密货币 对我来讲 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十个里面大概有五个都有加密货币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分享你身边的状况 下一个新闻人是关于NVIDIA的就是英伟达的 NVIDIA的股票在昨天盘后发布财报之后 就是暴涨了25% 我们要知道NVIDIA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一家公司之一 这种市值这么大的公司在盘后暴涨25% 是需要多少资金的推动 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 因为现在NVIDIA的市值 大概是在950个Billion左右 这是在涨了25%之后 所以它等于是一天就涨了将近200个Billion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市值 比特币的市值目前是500个Billion左右 所以如果一天可以炒超过200Billion的市值的话 对于比特币来讲一天就是涨了40% 在NVIDIA股票上就是涨了25% 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今天一开盘 它就是一度还冲到28 29% 最后是有点回落下来 最终收盘的时候是收在24.9几 好像也是25%左右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涨幅 然后这波涨幅同时也拉了AMD 拉了很多晶片股 像台积电这些 一起都把它拉上去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AI的炒作 还有NVIDIA对于未来发展 还有他们第二个季度收入的预估 是远远高过华尔街预估的50% 就是他们收入的预估 是超出华尔街预期的50%以上 所以因此股票就造成一波暴涨 对于NVIDIA 是我哥哥的投资组合里面最大的一个股票 这个投资组合占了超过一半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原本是想要把它变卖一些 变卖可能30%到50%的持股 但是到最后 我决定还是暂时先把它拿下来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一个CNBC的投票 就是问说此时此刻你还会追进NVIDIA吗 然后投票结果大概三分之二的人是表示说 已经太高了我不会追 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还是会追上去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所以大部分人认为NVIDIA股价太高估了 大部分人超过三分之二都认为此时此刻不能再买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就让我反而想要多拿一下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FOMO状态 大家要追涨进去的状态的话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 我现在要追涨进去 不然我会错过这次的机会 但是当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觉得 股价已经被严重高估的时候 我反而会想要再拿久一点 因为通常机构就是会继续拉这支股票 拉到说大部分人都要FOMO进去的时候 他们才会开始变卖 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是 这个是一个从700 billion 变到950 billion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200多 billion的资金 你认为有可能是散户拉上去的吗 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波拉涨绝对100%是由机构带领的 你今天你会认为机构拉了25%之后 他会马上出货吗 当然不可能 他拉完25%之后 主要目的就是要吸引散户的资金 然后再慢慢一点一点的拉 我认为现在这个380一股左右 最终应该是会被拉到可能430到450左右 然后到时候大家都认为说 我不能再错过要进去追涨的时候 机构才会开始出货 所以我应该也是在这个430到450之间 我会把NVIDIA股票轻到至少一大半 说到NVIDIA 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长期投资的重要性 因为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在NVIDIA上一波高涨的时候 我是有在300以上 就有出掉大部分的货 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就有出大部分的货 但是我还是持有一半以上的股权 就是我今天我就算我要take profit 我要套利 我也不会把全部都卖掉 除非是那种一天涨了2-300% 那种很夸张的情况下 后来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 在NVIDIA100多块的时候 就有重新进去布局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都有DCAL 到最后NVIDIA涨到200多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全部出货了 然后后来就眼睁睁的看着NVIDIA 一路从200多涨到300多 到现在已经快要400多了 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是错过 70%到80%的涨幅 这个就是长期持有 跟炒短线不同的地方 就是今天你炒短线的时候 你看的就是一个波段 你看的就是赚多少percent 你就要获利 今天你要对一个投资项目 非常非常有conviction 就是很有信念 你才可能有办法一直拿着它 直到翻2倍 翻4倍 翻10倍 翻20倍 你都不卖 通常在某一个项目 赚最多钱的人 都是对这个投资标的 有非常非常程度了解跟信念的人 对我自己而言 就是所有我看好的这些 不管是股票或者是币 我都不可能100%把它出清 我最少都会保有一半的仓位在上面 因为这些好的项目或者是股票 都是我长期看好的 所以没有理由把他们全部出清 换成现金 我自己的策略是最多 我就在这个严重高估的时候 卖了一半 然后等到它回撤的时候 再慢慢一点一点加回去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策略是什么 你今天持有NVIDIA股票吗 那你今天套利了吗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你对NVIDIA这支股票 今天有什么样的操作 下个新闻要跟大家聊 就是德国正式的进入了recession 就是经济衰退 对于经济衰退 这个就是两个季度 都是负增长的GDP 就会进入到衰退 那先前去年的时候 美国其实也有进入到衰退 只是这个美国政府不承认而已 因为没有政府会想承认说 这个我今天进入到经济衰退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下次你投票的时候 你就拿不到任何票了吗 那今天这个市场呢 还是承担非常非常的压力 一个部分是美国债务上限的压力 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德国recession的压力 那因为德国进入到recession 这件事情呢 让整个欧洲的所有国家 整个欧盟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欧盟基本上 就是由法国跟德国带领的 那今天欧盟里面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的 德国已经进入到衰退了 那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说 欧洲的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要陆续的进入衰退 因此今天投资市场就有点疲软 然后有很多的资金呢 又是再次流回美元了 那你可能会问说 这个经济衰退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跟美元有什么关系啊 那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 就是任何时候 这个经济有任何不稳定的时候呢 大家的选择呢 都是会先回到美元 因为美元毕竟是全世界最强的货币之一 所以因此稍早的时候呢 这个DXY也是有点往上涨 就是美元指数也有往上涨 因为其他币种对于美元估值降低的时候呢 DXY就会往上涨 但是这个DXY呢 我认为也只是一个死猫跳而已啦 最终DXY跌到100以下呢 也是迟早的事情喔 那等到DXY开始回落往下跌的时候呢 就是比特币跟这些风险资产大涨的时候 下一个星期我要跟大家聊呢 是这个币安推行了他们的NFT Loan 那NFT Loan呢 就是用NFT来借钱喔 那我之前有跟他聊过 有个交易所 忘记哪个交易所 有提供这个让你借钱 然后这个分期付款购买NFT的这个服务 当时我就说这个服务是风险非常非常高的 那今天币安呢 就变相的推行了另一种形式的NFT的贷款喔 就是假如今天你持有非常有价值的这些NFT 那其中当然就包含了这个Ball A Yard Club 包含了Mutant Ape Yard Club 包含Azuki跟Doodle喔 那如果你有持有这些NFT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NFT押在币安上面 借更多的以太币出来喔 没错就有点像是 你把这些NFT抵押在币安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借更多的以太币出来喔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喔 就假如说你今天持有一个无聊元 那这个无聊元呢 价值可能是40万50万美金 但是你不想卖它 你又需要流通信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放在币安上质押 然后借更多的以太币出来 那去玩你的DeFi啊 玩其他的东西喔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服务应该是蛮多人会去用的 因为变相来讲 如果你今天要贷款买NFT的话呢 这个风险就太高了 但今天如果你有这些蓝筹的NFT 然后你又需要流通信的话 你把它指压在币安上面 然后去带更多流通信 更多以太币出来呢 那我也相信这个服务 应该会有很多人使用喔 下一个信号跟大家聊呢 是这个比特币的Ordinal的这个生态啊 是越来越的完善喔 今天就有消息指出啊 在Ordinal的这个生态上面呢 将会提供出这个稳定币喔 那这个稳定币呢 是由美金去维持的喔 那如果有稳定币的话呢 你就可以更容易的在Ordinal上面 购买跟这个贩卖NFT啊 那我不知道这个Ordinal 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毕竟比特币这条链 是一个比较慢的链 所以当这个Ordinal 越来越多人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会在延展性上遇到一些问题啊 那最终Ordinal是不是会开发出 自己的DeFi体系或怎么样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大家 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喔 但今天你对于比特币上面的Ordinal 你是持有支持的态度吗 还是你认为说 比特币就是一个store of value 就是一个这个储备价值的东西 不应该延伸出这么多 有的没的其他东西 包含NFT啊 包含现在的Stablecoin啊 稳定币啊 或者是将来可能会有 这个Ordinal上的DeFi 也是有可能的喔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喔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讨论喔 下者新闻是关于Bitcoin Tower的 那这个是关于一个比特币大厦 即将在杜拜开始盖喔 那这个design呢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喔 就设计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们在这边看到呢 形状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喔 那就是两个building 就是两个建筑物啊 然后中间有一个B这样连在一起 然后看起来呢 远远看起来呢 就会是一个Bitcoin 就是比特币的B喔 然后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的计划啊 这个是他们决定盖这个建筑物的地方啊 那最后盖出来的样子呢 就会像这边看到这个样子喔 那这个比特币大厦呢 会建筑在独拜啊 那这个也是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独拜身为这个加密货币 最盛行的一个地方呢 比特币大厦盖在这边呢 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喔 但是这一切呢 都只是一个vision 就是一个视野喔 就是盖这个大厦的地方啊 跟这个大厦的图子啊 很多细节啊 都还没有遭到approval 那目前看起来呢 要盖完这个比特币大厦呢 应该也是个七八年十年后的事情吧 但如果真的盖成的话呢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啊 这新闻最后呢 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啊 这个我收到这个我T恤的样衣了 那我只能说呢 这个样衣的版型啊 还有这个布料呢 跟我想象中的简直是100%完美喔 所以我对于这个成品是非常非常满意 接下来下一步呢 就是要看这个印花的部分呢 有没有像我想象中的这么理想喔 那离这个T恤正式上线的时间呢 应该是几个月啊 我估计会在9月中左右 那到时候呢 我也会回台湾一趟 到时候我会亲手寄出这个 所有第一批这个 跟我们订购T恤的观众朋友喔 另外有个想法 就是9月中我回台湾的时候呢 我希望租一个场地 然后可以让这些想要亲自来看一下 这个T恤的是合不合身啊 四川啊等等这些人呢 都可以到现场来 那顺便也可以跟我打个招呼 但是目前我不知道这个场地会在哪里 那到时候离9月近一点的时候呢 我会再跟大家报告 那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可能早一天 然后租一个地方 让大家来试穿衣服啊 看看合不合身啊 然后可以现场购买这样 然后顺便可以跟我拍拍照 聊聊天什么的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喔 那这周是美国的memorial weekend 所以会连放三到四天假 所以挺爽的 在亚洲的各位朋友呢 在这边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把我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